接着呢咱们来聊一聊这古代没有玻璃 那古人是如何去遮风挡雨的呢 除了窗户者还有什么呢 咱们看古装电视剧的时候 总会出现这样一个经典镜头啊 人们为了偷看都会用舌头舔一下手指头 然后再拿手指头突破这窗户纸啊 偷偷的观察里边的动静 这似乎就是古人用来偷窥的一种最佳的方式 玻璃工艺传入到中国呢是比较晚的 因此上在观众心目当中留下了一个固有的印象 这古代的窗户啊那都是纸糊的 纸张呢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物品 用它来护窗户既不能保证人们的隐私 遮风挡雨更是一件难事 在古代没有玻璃的情况下 古人是怎么样去给屋内遮风挡雨保暖采光的呢 今儿呢更更就给大家来聊一聊啊 回归到原始社会 人们所住的房子它是没窗户的 就比如说在西安半坡博物馆 里面就展示了新时期时代的房屋 这个时候的房子呢是用树枝打建而成的 然后再在上面盖上树皮草席子 然后呢唯一用来透气的地方呢 就是屋顶部位的洞呢 这就是远古时期最早出现的一种窗户的形态 新时期时候房屋的采光性是极差的 但是通气性却非常的好 虽然人类文明的进步呢 人们学会了在墙壁上凿风 这个凿洞通风 窗户呢就逐渐形成了 不过最早的窗户遮挡屋却五花八门的 因为造纸数直到东汉的时候才成熟 而且古代的纸呢它是挺昂贵的 所以并不是每家每户都用纸来护窗户的 那在古人用纸护窗户之前 用来遮风挡屋保护隐私的窗户遮挡屋 主要就是以竹草编成的帘子 也就是经常出现在古诗里的棚莲 那另一种呢就是拿一整块木板挡在窗口 有点像今天商铺门口的这一盆啊 白天的时候拿木棍把木板织起来 晚上的时候呢又把木板放下来 这种能开能合的窗户人们称之为枝斋窗 《神手传》当中这潘金莲撑开窗户的那一幕 它就是古代的枝斋窗 不过现实的枝斋窗可没电视里那么精致啊 它就是一块完整的木板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精美的花纹 也没有什么窗户纸的 真正出现用纸壶窗户 其实就是在藏颂时候 这个时候的纸张呢经过了改良 那造纸技术呢也进一步的提升 窗户纸的使用呢不再局限于富贵人家 人们总觉得古代的窗户呢容易点燃 这个易损 甚至完全不具备防水功能 事实上呢它并不是这样 为了解决以上的问题呢 专门用作湖窗户的窗户纸 已经被人们发明出来了 唐宋白孔六帖当中记载 湖窗用桃花纸涂以油水去其申明 这种用来湖窗户的专用桃花纸呢 是用铜油泡过之后就形成了一种质地很厚 可以防水防潮的油脂 这种质能也是中国古代用来制作油脂散的质 遮风挡雨自然是不成问题的啊 那再一个就是鸣瓦 当然这种质确实还是很容易被捅破的 不过对于普通人家而已啊 他们一般很少被人偷窥隐私 但是大户人家就不一样了 为了保护隐私 避免出现捅破窗户纸张的情况出现 备受欢迎的鸣瓦就出现了 它呢更像是这个玻璃窗户的替代品 这是一种天然的云抹 半壳等等制成的半透明的材料 打磨的平滑 平整光滑以后呢 在镶嵌一幕格窗户上 它的美观程度跟采光程度呢 都要远身于油脂 同时呢又增加了窗户的密闭性 起到了保护隐私的作用 至今呢还有不少的古老的建筑 都依稀可循古雅精明的名画 其实这个古代窗户纸的发展 到今天都体现在中国古人的智慧哈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去说严实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会